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有三大宗教 就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而佛教的起源最为悠久 从南摩释迦牟尼佛创立佛教以来 已经有2500多年了 且在这些众多的宗教信仰当中 只有我们佛教不是神奇救助教 南摩第三十多节羌佛 说了2000多盘佛法法印 其中就清楚地阐述到 我们佛教是直接体证宇宙真谛 让人得到科学的认知证物的真谛 与人生万有的真实现象 所以我们佛教是地教 其他宗教呢 例如这个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伊斯兰教 以及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教 几百个教他们都是神学教 信仰神的存在求神的保佑 而我们佛教就不是神学教的范畴 是了解因果 认知人与万物宇宙的真谛 这个真谛就是宇宙真实存在的实体 与万法无自性的无常概念 也就是说 人生宇宙万物本来就存在不生不灭的真谛 真真实实的有生命与无生命 宇宙中所有一切万物的本质 明白六道轮回 生老病死 本无自性 万有而成 皆入无常 而生命呢 是成 住 坏 灭空的 无生命呢 是决定灭的 但其法性真如的真谛是 无有生命灭 无有生命生的 也就是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的意思 这个真谛名字就叫地 我们称为圣地 也就是说 他是宇宙 人 我 众生 真实实际的圣地 所以我们佛教不是神学教 是地教 且佛教也不是一个什么教派而已 真正的佛教 是一门关于宇宙人生真相的最伟大 最至高最无上的科学 是揭示了宇宙永恒真理的最终极的科学 真正的佛法 是引导众生永远脱离轮回 永驻自在幸福的一展无上的明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